主持人都会有发五安 今天我要讲的讲题是我们家的宝贝 我们家的宝贝就是小犬 不不不千万不要误会你是我们家的宠物狗 他是我儿子今年六岁 无幼稚园大班 他叫做Eric 他长得健康活泼 三姐仁义 他是我们家姐姐的开心果 也是爸爸笑容的全面 假如他在的时候 我们家都是充满欢乐 充满笑容 非常的热闹 有时候他有可能会去哪一家住 这时我们家就变得冷冷 缺乏生气了 所以呢 我们家非常需要 非常可能性 有这个小朋友 那我平常上班因为工作比较忙 所以比较晚回家 当他一听到开门声的时候 他就大老远的 猫咪猫咪的跑过来冲过来 这是一定要站稳脚步 否则你就会被他推倒 然后你就很高兴的把他抱起来 转转转轻轻他 现在他长大了 我们只能改成他紧紧的拥抱我 然后把头踢在了胸口 我就非常地窝心 一生的疲惫就消失了 所有的疲劳都不见了 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我们夫妻恩爱 没有分床睡 所以在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夜晚 在四十岁的高龄 我们这个小宝贝 所以呢 他跟我前面两个姐姐 相超了十几岁 所以我们是四个大人 带了这个小宝贝 所以他给的得到的安慰 得到的爱心 得到的关怀 一定比别人多 连他自己都常常想说 他是最幸福 最快乐的小孩 他常常都这么认为 如果你要问他说 我们全家里最喜欢谁 他一定把全家人 第一点放 会漏掉任何一位 如果你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指名一位 他也会想了又想 想了很久 告诉你说 我喜欢全部的人 可见他感受到 我们全家人对他的爱心 假日的时候 我们都会开车出去玩 或者带他回阿嬷家 一路上非常的无聊 他就看看车子 认证车子 告诉我 那一台是Poyota 那一台是NZBC Safiro Y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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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z 他就说 清清楚的 还跟我说 那是新型的Benz 那是老Benz 有一天他问我说 因为你喜欢什么车 我说我喜欢Benz 那你呢 我喜欢跑车 他跑的超快的 等我长大了 我要赚很多钱 我要买车 你们熬了 换我载你们出去玩 我说可是你喜欢跑车 跑得那么快 我熬了我不能做怎么办 他想着想 那我难免过车 一路远子载你们出去玩 如果你们不想出去的时候 我再开我自己的跑车出去 哇 多贴心啊 他还会想出双鱼的办法 不会让任何一方失望 他上幼稚园 每天都要画一份diary 是要上幼稚园的功课 有一天他画这一张diary 我说Edrikan 你画这是什么 他说我在姐姐家 姐姐房间玩电脑啊 他告诉我 这是床 这是电脑 这是椅子 这是桌子 我说 怎么没有他人呢 他说 我刚刚好听 妙妙 所以没有人 情况好可爱 我们全都上翻了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 所以记录在这个diary上面 结果老师给他最高分的贴子 还特别听你说 一张是要给妈咪的 真是很可爱 有人说 小孩子小时候 都非常的可爱 像个天使 可是长大了以后呢 就变成魔鬼了 不可爱了 我曾经也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家 永远的 大姐姐 有一个小baby 我对这个 有一点感触 可是我检讨反省了以后 我想为什么 同样的一个人 他会从天使变成魔鬼呢 因为我们想想 大家想想 小baby在学走路的时候 我们都说 来来来来 我们到这里 一步一步 一次一次的 慢慢的引导他 陪他练习 给他机会 他就学会走路了 学教他讲话也是一样 一一啊啊的 一字一句 慢慢的跟他共通 即使他学不会 也没有关系 不厌其烦的去引导他 去教他 哪一天 小嘴巴里面 突然放出一句心词的时候 妈妈爸爸的心里 就欣喜若狂 兴奋不已 觉得他是全世界 最棒的小孩 对他的期望非常高 常常称赞他 鼓励他 所以他就学得很好了 可是呢 对于长大以后呢 父母的要求变得多了 多准变高了 情况变多了 对于他未来的发展 有很多的担心 很多的烦恼 所以爱之深 责之切 希望他比别人的小孩聪明 希望他比别人的小孩杰出 可是小孩子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啊 于是呢 他觉得妈妈管太多 爸爸管太多 现实太多 非常唠叨很烦 这时双两败之间就有了冲突了 相看两相咽 就发生了 这种场面出来 怎么不会由天使变成魔鬼了呢 所以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 只要孩子行为不偏差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包容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包容 与尊重 这者不许他的包容 空间就比较大了 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 儿孙自有一片片 我希望我们家的小宝贝 您会永远像天使一样 快快乐乐的成长 谢谢 谢谢 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朋友 湾 秋香小姐 在哪里 听到你的名字 我还以为自己是回到四公子的时代 我就是那个江南的唐伯虎 我真的想点了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让我觉得 因为很温暖的暖流 一直从心里窝心的流畅 在最近我的工作忙碌当中 一直没有好好的去思想 我跟我自己的女儿的互动 那在你的听到你的演讲当中 就一直述说着 因为互动的亲自作者 我就一直在想 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演讲 就像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 大部分应该都是有 一二代的家庭 甚至还有夫妇一同来参加我们 或是Masker 也蛮多的 所以听到这样的一个讲题 一开始他在签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相当的问题 非常好 那还有我把他整个故事交代的 那个例诚生活点 也都相当的清楚 甚至还把你儿子的这个图画 甚至他整个立场 也让作为老师的贴纸 还有上市里的 不好像印象的 一幅一幅的提醒 在我们脑海当作 就像是在回想我的 跟我自己女儿的互动 那所以整个演讲各种方面 都是节奏 都是不吉 不许 然后一幅很有温柔玩乐的感觉 是我觉得相当好的感觉 我觉得就绝对一直有那个 好像秋香小姐来的来临的感觉 那么另外呢 在语调我刚有说过 他在整个速度当中 一直让我们就觉得说 我好像在回到空的过去 但是呢 如果说要提到肢体语言的话 我觉得假设 不晓得是不是台阶的关系 可能你还怕让我们大家看得到 所以一直把你的手捧在这里 不过我还以为是拿破仑有多难 这个地方有一点不舒服 那可能或许我们如果可以 把他站过来再讲一下 可能也会更好 那或许呢 还有一点就是 你刚刚有提到说 在跟亲子互动的过程当中 有孩子 一直跟你拥抱的感觉 那让我们觉得很多心 那如果说 甚至把小孩子 甚至比如说让你伤心 留恋过程 那我想我们会觉得更感动 也更感动 另外呢 或许因为你害怕 让我们觉得 我们都怕说是有脱稿的现象 所以你就把稿子也顺便带上来 所以我自主的在肢体语言当中 就会流露出看到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相当好 是你整个形象非常的清晰 你都知道你的老肢体语言 都很像一个记者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能够再 不要把我们的稿子脱掉 所以相当好 谢谢 主持人 各位会员 来宾 大家午安 今天演讲的演讲者的表现 非常的出色 不管在他的演讲的题目的选择 以及演讲的内容 以及他的演讲表现 都很精彩 总部在他演讲的题目选择 的方面 他是我的宝贝 我讲一个被动作母亲的人 很满学这个题目 实际上 我虽然即使我这个话 但是因为我母亲是带过小孩 所以这个题目选择 我来讲过也没办法发挥 所以说他这个题目选择来讲 是非常的适应 一个做妈妈的角色来讲 第二个 在他演讲面中 他续作了一个做母亲的快乐 小孩子带着他们一些快乐 那快乐之以 也有对母亲的一个悲伤 一个忧虑 尤其是小孩子的胃缘 发自会怎么样 所以说 这一点都 通常表现是一个 这个母亲的酸甜乳 我相信中国有个 中国母亲的奔赖地 有深刻的一个体会 所以他的内容 使用得非常的精彩 这在现场表现方面 他也非常善于一个 道具的使用 我们知道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把它用语言来形容 这个时候 道具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你说你的小孩子有多可爱 我相信 他也很难体会愉悦 但是你才能突然讲出来 看我画这个 这时候 给他的思想 他的心格 这必从不可 整个一个道具都可以体会出来 所以说 今天他的演讲 人且也 是非常的成功 我们也允许他漂亮的演组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我还是留些 小队力 提供给他做个参访 首先在演讲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手不然摆住你自私 我只用自私 因为可能第一个演讲的时候 他做什么 他做习惯 他把我们下面听到 当做他儿子 来训话 所以说 我们在做演讲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下面听到什么 我们要保存这个角色 不要一个 角色上不要困扬 第二个 我觉得他在演讲的过程中 他的音量的大小 以及音量高度的分子 似乎更怕比较少 所以整天演讲 他的张力 似乎选的不足 这是我以上对台课 一些小小的建议 虽然如此 这整天演讲 被虽然是一天 狭狗语 非常成功的演讲 我们恭喜他成功的演出 也议度他会来被 被尽散被突出的表现 就是 我要介绍我名字两次 就够了 因为介绍太多 人家以为 我跟演讲有任何的关系 就是 在看 还有所有听众 特别是 黄球小小姐 我要诞明 因为就整体而言 演讲的内容 演讲的语调 演讲的语态 演讲的要额 基本上 这演讲 你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那么 当然 我们宏观 你整个 讲演的过程当中 就像 您所告诉我们的题目 是 我们家的 宝费 小犬 而不是 我的宝费 小狗 以至于 你可以发现 他的演讲 从一开始 切皮的时候 会慢慢的演出 他们家总共有 几口人 最后 法案出现了 有爸爸 有两个姐姐 一个妈妈 然后跟 这位小犬 来互动 而她的心动性在于 当她还是 很理由的时候 一开门 听到 妈妈的声音 她的心动 语句 就装复了精神 妈妈的跑过去 还得 绑着 会不会被她撞倒 似乎就跟 真的 小犬 的动作是一样 你是因为我终于发现 中国人为什么叫小孩 叫小犬 原来有这么一段 当然 我们 谈到了她的优点 我在这里 也要给你们一些 终肯建议 当您用的是 活动式 麦克风的时候 又是谈到家里 宝贝的时候 您当中有很多的形容 当然 一只手拿麦克风 另外一只手 可以加强您的语调 当然您有大概三中的四种 时间 一直是抱着自己的胸前 当然 我可能会解读成 是一种对自己小犬的宝宝 但是 如果有更多的形容 更多的表达 会让所有听众 解读得更完整 对我不输韩语传 有提到三句话 因细见容色 只谈到自己的表达 贵贱在古法 就像我今天 也是跟我们代表 穿西装 代表重视跟尊重 那么 这是一个永远 乐观的态度 而最后 成败路解决的 就是一个正面的思考 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 他如何总成 他的演讲 就是 一个六岁的小孩 他会远瞻到 他的可能将来是十六岁 可能是二十六岁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家里互动的情形 以至于他放过更多的期许 要如何在孩子未来长篇的过程当中 与他有良好的互动 当然 您的题目 当中也提到 四十岁有了这个小孩 您也透露了您的年龄 我就不说了 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似乎有点报 但是却不说明 以至于在他的演讲过程 会带来更多含有的韵味 我觉得这是他可处之处 谢谢